地藏菩薩本宴經 地藏菩薩本宴經 我們今天講 刀立天公神通品第一 這個刀立天公啊 在佛教的這個經典裡面 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那麼在這個西彌山 半山之間是四天王天 我們曉得這個四大天王 東南西北 那麼四天王天 在西彌山的半中央 那麼西彌山頂就是刀立天 這個天呢是附持佛法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天主 那現在很多人把這個 這個刀立天啊 就看成天的一個總部 因為他在他的中央是刀立天公 那麼周圍呢 東南西北各八天 就是四八三十二 加上中西彌山頂的這個刀立天公 就是三十三天 我們常常講三十三天 就是在西彌山平白的 一共有三十三天 中央就是刀立天公 那麼刀立天公的主人呢 就是天主 那麼這個主人呢 又叫做帝師 我們稱為 經常稱他為帝師 那麼也有這樣子稱呼 陰陀螺 陰陀螺也是 那麼師提橫陰陰 在佛典裡面呢 經常提到的這個師提橫陰 也就是他的這個稱呼 就是天主 那麼這個天呢 那個師尊很清楚 這個天很清楚 他那邊有一個城呢 叫做喜劍城 很大的一個城 都是黃金所建起來 連前牆都是黃金所建的 那麼這個城的中央 有一個堂叫善法堂 叫善法堂 就是這個陰陀螺 師提橫陰 他在那邊那個 meeting的地方 meeting meeting center 也就是這個會議中心呢 他那邊在開會的一個中心 平時當然有開會 有這個客人來的 客人來了 他就在那邊這個辦這個研席 辦喜事 不是喜事 沿襲啊 就是在那邊 大家吃飯的地方 哇 很大了 很漂亮 很莊嚴 這個天上啊 是很美妙的 人間的怎麼美啊 都梳上這個天 梳這個天 人間的這個色相 是跟天沒有辦法比的 那我們曉得這個 我們經常談到這個天人 天人五衰 這個天上的人啊 他身上發出來的這種香啊 是自然的 而且永遠不昧 他不會消失的 天上的這個光啊 是永恆的 天上的這種乾淨呢 不是用你這個 好像說像我們人一樣啊 每天一定要晚上要洗澡 洗好澡要抹香水 還要塗 如魂擦煙汁啊 這樣子你才會好看 才會有香味 天上那個都是自然的 那麼色澤是非常美的 它的顏色 它的空氣啊 是很好的 永遠都是 所以那個聲音啊 都是非常美妙的 光彩是非常迷人 啊 不是像我們世間的這種 這種光彩 這個天上的光彩 特別跟一般的光彩 又不一樣 所以天人他本身的 這一種享樂啊 是超過於世間 超過於凡間 密教裡面啊 他有叫我們修天儀教 你可以到那個境界去 由那個境界再進 進一步再修 啊 這個陰陀螺所積的地方 那麼善法堂 那麼周圍 啊這個喜劍城 圍繞起來 啊這個 我本人對那裡的地理 非常的俗 啊因為我啊 也很喜歡那裡 那麼也 也以前呢 在我這個幽靈福 啊 枝葉那一本書裡面 也提到 我曾經到了這個喜劍城 啊 曾經這個 到了這個善法堂 那時候啊 啊這個 那個師提橫櫻啊 地師櫻陀螺 啊他請客 啊我曾經在那邊這個 當一個很 一個客人啊 在那邊吃過飯的 所以我對那裡很很熟 那裡的這個門呢也是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宮門 那麼都是用七寶去造的 跟西方極樂世界 非常的彷彿 那雖然是在異界天裡面呢 但是他那個天啊 非常的這個莊嚴 非常的好 而且那個光啊非常的柔和 啊 所見的東西啊 都是很唯美的 那裡的天人呢 都是非常啊 享樂的 假如你們想去的話啊 啊跟師尊買一張門票 哈哈哈哈 啊將來也可以去 但是你們去到那裡 可不能草地皮 哈哈哈哈 啊我們知道了這個很多這個 台灣的這個人很喜歡草地皮 做建築草地皮 一到哪裡就想草地皮 啊在這個天上界 非常廣大 這個天非常廣大 在佛典裡面記載這個 道立天公啊 他的行程啊 是因為 有一個這個 這個大 啊 茄葉 茄葉佛啊 不是大茄葉 因為茄葉這兩個字啊 在印度啊 很多人都起這個名字 很多人起這個名字 那麼這個茄葉佛當然不是大茄葉了 他呢就是在佛陀以前的一個佛 啊他延吉以後呢 有一個發心很善良的這個名字 發心替這個茄葉佛建塔 那麼有這個三十二個女子 來幫忙這個這個女子建塔 然後將來呢 他們因為有建塔的這個功德 啊這個建塔的這個功德 所以呢這個身上的天這個女子 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那其他周圍三十二天 也都是這些幫忙建塔這個女子啊 他們本身有善的因緣以後 上升天上就成為三十三天主 在佛典裡面是這樣子講 說三十三天天主這個由來 那麼大家會以為說 那麼 屍體恒陰啊 帝師啊 這陰陀螺 難道是你的嗎 那就不是了 因為你這個 會有變化的 男女像是沙婆世界才有的 這個異界天還是有男女像 但陰陀螺 他轉化成為陰陀螺 升上天的時候就變成男像 所以在三十三天的天主 就是屬於這個男像的 便不是女像 但是他的因緣呢 像地藏王菩薩 你看地藏菩薩本宴經就知道了 地藏菩薩以前有幾世啊 他也是 是女像 不是男像 像光目 光目女 就是女像 不是男的 成佛 成了菩薩以後 他就轉化成為男像 是這樣子的 那麼道立天公還有什麼好講呢 他是天上界的 那麼歡迎大家去那裡這個 觀光 遊覽 很好的地方 一去就不想回 其實去了就不會回來 那麼 那這個喜劍城的周圍 我知道的 別人不曉得 周圍 像 我們那個故宮一樣 這北京故宮一樣 周圍也有四個塔 四個很漂亮的塔 四個很漂亮的塔 那大家知道那是什麼塔嗎 那這個只有我知道的 那這個只有我知道的 一個一個塔 叫做劍塔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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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沙坡世界的东西 他把它拿起来 然后到达这个喜剑城的周围 建了四个塔 这是天上的塔 这剑塔 就是释迦牟尼佛系达多时代 他经常这个玩四剑 其中他经常放在身上的一剑 他不是宝剑的剑 是射剑的那个剑 他取了这支剑回到天上 他建了一个塔供后 就叫做剑塔 伐塔呢 是释迦牟尼佛 献比丘相的时候 他把他的头发理掉 这个樱头楼下降 把这个头发拿走到天上 以这个陀伐建起一个宝塔 就是伐塔 也就是伐石利塔 我们现在就讲伐石利 伐石利就释迦牟尼佛的伐石利 供奉在这个喜剑城 这个伐塔里面 另外呢 出家修行 还有一个窥塔 什么是窥塔 刚窥的窥 这个是佛陀时代 他已经饿着快要死掉了 在恒河旁边在那边传 那个时候有一个牧羊的这个女 这个拿着这个羊乳 羊米乳 他来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 那佛陀就拿那个 那个叫做破吧 波波 波 一波 那波 我这个字老是要读成别的音 拿这个波去装 装这个羊乳 那喝了羊乳以后 他体力就恢复了 这个 当时的这个佛陀 这个波 也是被樱陀罗拿走 樱陀罗就把那个波 用那个波 供奉在喜剑城 就建了一个塔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窥塔 窥 那个东西好像钢窥一样嘛 倒过来就是钢窥 放在头上 那个阿兵哥 那个戴在头上就是钢窥 那个翻起来 是可以装这个 可以吃东西 就是那个叫窥塔 另外 佛陀言及那以后 他遗留很多的佛牙 有没有 他佛 释迦牟尼佛的佛牙 樱陀罗就拿了这个佛牙 上了这个 道立天 在那边建了一个塔 就是亚塔 延及以后的一个塔 所以这个在喜剑城的周围 有四座塔 这个是佛陀的四座塔 大家知道的 师尊到了这个中国山西的太延 到了这个双塔市 我走到双塔市的时候 师尊有合掌 拍掌 坦子 跟那两个双塔 作为一个顶礼 很多弟子在旁边看了 他说 那师尊怎么对这个两个塔 这个顶礼 为什么要对这两个塔顶礼 很多人不明白 因为这个塔本身 当初的时候 有讲过的 在佛典里面也讲 释迦牟尼佛也讲 有谁可以造 做成塔的 佛可以做成塔 佛延及以后可以做成塔 这个僧文 这个阿罗汉 过世以后可以做成塔 转轮圣王 过世以后 可以做成塔 这个菩萨 过世以后 可以做成塔 佛菩萨 这个僧文 转轮圣王 他可以做成塔 那么塔本身 就是放这个遗骨的地方 这个当初的时候 有讲 你见塔 就如同见佛 看到塔 就等于看到佛一样 所以我们对 这个修行的人 对塔 要礼拜 在密教里面来讲 大日如来 三昧 大日如来的三昧 就是 大日如来的三昧 行 就是地水火焰空 地水火焰 造成的五轮塔 做五轮塔 你看那个五轮塔的塔像 很密教里面 做五轮塔 那个这就是象征 大日如来 地水火焰空 五轮 是大日如来的三昧 看到五轮塔 当然要恭敬顶礼 当然要合掌礼拜的 那师尊到了双塔 看见塔 当然要合掌顶礼 见塔如见佛 因为它里面放的 假如不是圣人的遗骨 那么一定放一些佛典 或者佛教的东西 佛的文物 佛的东西在里面 那个是纪念圣人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顶礼 像我们这次到五台山 看到张家佛佛的 这个舍利塔 还有这个大白塔 那个都是要恭敬顶礼 见塔如见佛 像那个密教里面 他们那个像达赖喇嘛好几世 班禅喇嘛好几世 他们也是坐塔 把自己这个化为 把自己本身的这个肉身 涂笔以后 涂笔以后呢 他把那个骨灰 就放在那个塔里面 所以我们见塔 就知道是圣人所在的地方 是清静的地方 所以必须要合掌顶礼 那么道立天宫 有四塔 就是牙塔 伐塔 窥塔 跟这个建塔 那么有这个善法堂 有喜建城 有这个樱陀罗住的地方 樱陀罗住的地方 那个城很大的 喜建城很大的 那个大道 大道怎么样子 我也讲不出来 因为你大道看不到边 在火点里面有记载 那个喜建城有多大 他的门有多少 当然像我们这个沙坡世界 北京的这个故宫 那是比不上的 那个是根本比不上 那个什么九千九百九十九间的那个house 这个比不上这个喜建城 所以身上这个刀立天宫还是很好 这是讲解这个刀立天宫 那么再讲神通品 这个神通品 这个第一的意思 神 刀立天宫 神通品第一 这个第一两个字只是一个目录 开始的这个目录 第一篇 刀立天宫 神通品 第一 就是目录 好像一二三四五六 开始的时候是第一 这个开始 那么神通品 是讲 这个佛陀在那里演化的这个神通 很多人讲啊 这个佛教啊 不讲神通的 但事实上 你欢喜这个佛典 第一篇 开始就是讲神通的 哪里有不讲神通的 都是讲神通的 像我这一次讲这个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啊 地藏菩萨也有来加持啊 像我讲那个密宗道次第广论 中卡巴 它叫西空中显化来加持 我讲地藏菩萨本宴经 那昨天的时候地藏菩萨也显化来加持 但是我昨天为什么没有讲 为什么到今天才讲呢 因为昨天讲就是老生常谈 人家会听你 人家听了说你老是讲什么 什么菩萨啊 中卡巴祖师啊 来给你加持啊 我门都没有看到 其实神通啊 我觉得现世的神通有三 一个是真实的 很真很真 一个是假的 是魔名魔力的 魔名魔力的 有些人是说本来没有神通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为了名啊 为了人家相信他给他一点供养啊 或者是说他魔这个名 假如有神通的话 哇就不得了 这个就地位就已经很高了 那是假的 魔名魔力的这个神通本来是没有的 他说有 那个是假的 有真啊 有假的 还有呢 还有精神失常 It's crazy people 因为精神失常呢 你看到精神医院里面啊 你去精神医院里面啊 那些精神医院里面的这个 啊 病人 事实上他们听到东西 确实也看到东西 你说他是假的 他讲的是真的 他确实看到了 你看到他一下子看到马祖 一下子看到耶稣 一下子看到圣母玛利亚 一下子看到穆罕默德 你看他的表情呢 他难道是假的吗 不会是假的 只是他的这个精神啊 已经 受怕点你知道啊 阴阳殿交错以后啊 就产生一种愤乱 也会产生啊 影像都会出来的 你不要说影像会出来啊 随便拿一个棒子给你在头上敲一下 你会 哦 哦好多星星 好多star star 你刚刚画漫画了都会这样敲一下以后 他会画很多star出来 哦 满天都是星星 其实哪里有星星没有了 但是他确实看到啊 那些想财想风的给他敲一下 哇 满天金条 金条都有的 他也会有的 你生病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 佛陀在比喻经常 这样子讲 眼中伐 空中伐 空伐 西空中有很多伐降下来 这是真实的 你看到了 西空中有很多伐降下来 其实这个伐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精神病上所看到的 是真实见吗 你说他是假的看到 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失常 怎么会讲假话呢 他讲的都是真话 但是你说他看到的是真实的吗 又不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他是演发的时候 精神错乱时候所见的 是稀犯的 所以这个神通本身有真实见 有这个虚幻 也有虚幻 那么神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应该讲 释迦摩尼佛显现神通 应该是属于自然的 他要表现的一个表示 他要做一个表证 他在演说这个地藏菩萨本宴经的时候 他必须要显现这个来作为他的一个表证 也就是他本身的一个意义 一个意义在那里的 所以这个佛陀会放光 他放光出来有这个光 有他的意义在里面 像我们这个修密的人 修到某一个程度 产生定静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力量 那就是一种定力 那么定力产生出来的话 他会有 有一种接触的 这种接触 也可以叫做神通 定力产生出来的这一种 三昧的这一种法力 就是神通 我经常讲 我能够有所见 有所觉 那么你们很多人 不一定是有所见 有所觉 就不相信我的 那么你要知道 你只要把自己的身心 融入虚空之中 把自己的体性 也就是自己的灵性 跟活菩萨的灵性 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有所见 有所觉 有所处 这个也就是神通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的灵性 不是凡夫的俗性 而是属于一个菩萨的俗性 既然是一个菩萨的俗性 你就可以面见很多的菩萨 所以你看见地藏菩萨 在西空中显现给你加持 这个便不是说 精神病患 也不是假的 那么你们 跟着我师尊这么久 你看师尊是一个神经汉吗 是一个神经汉吗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讲说 哎呀 卢圣燕 他的精神有问题 他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 没有错 精神有问题的 可以见神见鬼 因为他已经修怕点 他已经修了 已经产生一种幻觉 他可以见神见鬼 但是有一种真实见呢 跟精神病患不一样的 是把自己的修行改变 他本身一个生性 他本身的这个性 跟菩萨的性接近的时候 你可以见到如来 可以见如来 可以见到菩萨 这个是属于真实见 具有不同 当然神通也有假的了 为了名啊 为了利啊 为了名文供养 当然也有假的 师尊是有所结 这个结啊 就是好像知道了 像你坐在这里 你就知道周围 这个无形的 像我坐供养 我能够知觉 能够知道 这个活菩萨诸天有了 有没有来受贡 这个就是你知道了 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触觉 有感觉 心里也有觉 甚至于你有真实见 所以我讲到这个神通啊 难免就要把这个 神通再讲一下 神通有时候 他有很大的这个神通力 当然也有很小的小神通力 甚至于这个鬼啊 本身都有五通 像那个千里言 千里言能看到千里 能够看到千里以外 像顺风耳 他能够听到很远的 很远的 就顺风耳能够听到很远 其实这种绝啊 倒不一定是人才有 倒不一定是人才有 有些动物也有了 有些动物能够听到很远的声音 甚至他们有预感 有一只 那么你说在火山要爆发的时候 那些山中的动物已经都知道了 他们已经事先了 好像逃离了或怎么样 很多种这种现象 某一部分比较发达的这种结 那么在我们人的身上 你这个某一部分比较发达的这种结 这种结 把它显现在一般人做不到的身上 就叫做神通 甚至于你能够知道很多过去世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宿命 宿命通 你心里能够节知很多的 就叫心通 你能够神行到某一个地方去的 叫做神足通 你能够看得很远的 就是天眼通 你能够听得很远的 就是天耳通 你能够证明你自己本身已经烦恼 全部消除了 知会无漏了 一切圆满了 就是漏尽通 这个神通 本身来讲就是有很多的这样子 在佛典里面都是有记载的 也讲了一句话 佛菩萨都有神通的 当然有神通的倒不一定是佛菩萨 为什么 因为鬼也有五通 连鬼本身也有五通 他也能够神行 好像他一个晚上能够走一千里 这个晚上能够走五百里 这个就是神行 这个就是神足了 那么他走的有限 只能够走五百里 有的这个鬼比较厉害的 比较快一点的 他可以走一千里 这个就是不同 这个就是神通品 不过这里的神通品 是释迦摩尼佛演化他的神通 刀立天宫神通品 第一 那么为什么是刀立天宫呢 为什么要讲刀立天宫 因为释迦摩尼佛 他以神主到了刀立天 在那边说法 所谓叫刀立天宫神通品 第一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晚安的宝贝宝